我们继续来看深度类神经 这个计算跟应用 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有关影像处理的一些简单的符号 跟里面相关的一些过程 希望同学们会感觉未来的应用 有一点更深入 那接下去我们就来开始看看 我们传统看到的这个Neural Network 所以我们叫做Fundamental的一个Neural Network 那在这一节里面就是说 从最简单的一些基本的名词 我们开始来了解一下 同学还是要认真把这个名词给了解 因为写paper或者写报告 这些都是这个领域里面要知道的 这一个知识 因为乱写一通人家会觉得你不够成熟 好 我们先看一个Single Input Neuron 我有一个Single Input P 那因为线性代数比较喜欢用X 传统的立波器比较喜欢用X 可是大部分的课本想用P 我们就用P了 回来用P这样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Weight 好 那这个就是我Summation 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那这个就是我的BIOS BIOS就是你把它偏离 你可以调整那个左偏右偏 所以数学公式是它乘它再加它 就那么简单 因为这个相关的名词 我们还是必须把它解释一遍 你可以刚刚我在前面也讲过了 这个有它的一个重要性 这个重要性的一个相关的名词 所以又出现一个N 那这个N在未来我们选那个Big Propagation的时候 会很重要它有它的一个代表性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 这个有点类似我们的那个把它速凸 或者把它放大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或者Transfer Function 在这个领域这个名词它叫做 Activation Function 或者叫做Transfer Function 那在MATLAB里面 它是比较喜欢用那个Transfer Function 这个我们来往后看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这一个Summation出来 跟这个BIOS出来的信号 那经过这个F 把它处理过去 有没有那因为它这个存量W乘P再加B 那这个Physical Output Physical Output 这是我们很简单的 所以好 这几个名词 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背起来 因为平常我们都不太理它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什么 速凸叫Dentritis 那这个Summation就是我们的SellBody 核心体有没有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把它 送出去的那个整个 信号也不能断掉 断掉就送不出去 就是我们的什么走索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个部分 就是什么突出 Snap Snaps Snaps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突出 那当然Treshold跟这个Snaps 我们就不再去强调它的 就是特别把它当作是什么 它把它各种变成就是说把它那个强化 把它强化 那强化它呢 让它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传送到其他的那个Neuron那边去 所以那么简单的一个数学模式 就把我们前面所讲的东西把它对起来的 所以同学们可以再多看两眼 所以我在1.1特别强调的那一部分 就是要来表达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这样好 那这个就很简单 那这一块我们就叫什么General Neuron 记得General Neuron里面一定要一个核心体 因为核心体可以帮我们做computing或做inference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Transform Function的话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Transform Function is used to imitate 它用来被我们模拟或者说我们虚拟 这个泥视这个什么Snaps Pot,saturated output signal can be strength 这个可以被强化这样 好 所以那一般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图我是从那个ManLab里面把它载出来的 那它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一个Transform Function 那我们就随便举几个常看到 像是这一个就叫Hot Limit 当这个End output的大1等于0的时候 我就给它1小10 我就给它0 所以这个那这个它有它的一个符号 是它的Hot Limit 那它的这个缩解符号 因为它那个F的话 常常在画那个结构图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地方就向在F那个地方 让你看到它是长得这个样子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是Hot Limit 那这Hot Limits 什么意思? 这是对称式的 刚刚的话这只有0跟1 那这个的话怎么样 是-1跟1 当N大于0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1 N小于0就给它-1 好 它符号就等于是 这条是我们的什么X轴 那上面就有个对称的一个结构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画图的一个调调这样 好 它叫做Symmetric Heart Limit 这个Symmetric Heart Limit 那这个就是 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两个常看到的 那这个是比较属于Discrete 再往下看 这个它的搜写符号 再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叫做Lock Sync 那这个Lock Sync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定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个连续的 连续的好像就是说 它就有点怎样 这样从0往上跑 B进到1 这样的一个变化 它是一个比较属于联系型的 所以叫做Lock Sync 那这个常常在看很多的学术性论文 会用它 因为它可以微分 所以分析它的数学模式会比较漂亮 比较漂亮 那它的简写符号 简缩符号 那这个叫做Tangent Sync 那这个叫做Tangent Sync 那有人叫做Hyperbolic Tangent Sigmoid 好难念 很长很长的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 它就从互1到1之间的什么 一个信号的变化 所以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符号 那各位同学呢 就有兴趣这个再去翻它 因为我们写论文的时候 就常常会在 那个F会取决用于哪一个 那有时候我们写paper 最偷懒就是F 就把它F of x等于x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Lidian Filter 所以这个就看各位的一个情况 好 那这样没问题呢 我们就来把这个符号 重新调整一次 那调整一次 你发现 这个就中间就有一个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Input Vector 好 那因为我看了几本课本 他们就会把这个当作是N 当作K 因为N已经被那个什么 upload用掉了 因为在未来我们在学那个什么 这个Big propagation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微分 有关它的微分会叫做Sensitivity 所以这个名词 都跟Sense有关 所以N就会被它用走了 所以用走出来这边就会用一个K 好 那这个的话 WEEWEE2到WEE3到WEEK 就什么 就叫一个Wade Vector 它这个群重的一个向量 好 那这个的话很明显 按照前面就是 他乘他加他乘他 他乘他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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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乘他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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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什么BiOS 有没有 所以这个你看符号写法就变成这样写法 就变成这样写法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summation的写法 那这个summation写法的话 你发现就是说 前面就讲过了 P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column vector W也是一个column vector 那两个它跟它做内积的话 这个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转置 转置再乘上这个的话 才会产生一个内积的效果 所以就等于是 N就等于W 这边漏掉一个B 没关系 好 刚刚补上来 补上来没有 N就等于W转置乘上P再加B 就是这个数学结果 非常简单 那这个最后我们的结果 我们A就是怎么样 W转置P再加上B 再透过这个什么transfer function 得到我们的正确的output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数学模式 那这个数学模式 各位同学就要自己稍微弄清楚 可是刚刚发现一个现象出来 这个以前我在读书我就开始 会去考虑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写1-1-2-1-K-E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你可以看到很奇怪 1-1-2-1-3-1-K 那为什么不写1-2-2-1 因为你看 这个是1号2号到K号 那这是一颗neuron 1-1-2-1-3-1-K-E 一个大写 不对这是小写 我的叫稿又没有叫到 好 所以为什么不这么写 为什么不这么写 那这个你们在写数学符号的时候 都要去烦恼 那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会对这个细节 会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是属于 Deep Neural Computing 所以我就会针对这一段 特别的跟你们要求 所以正规写完 你看这个是1-1-2-1-K 这是我们的weight vector 所以它的标准化写出来是这样 这个内积变成这样子 这前面讲过了 那这个呢 你看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哦 哦 原来它的做法是这样子 注意哦 1可以跟1 2可以跟2 K可以跟K 哦 花球是 1花到1 2花到2 K花到K 注意这一点 因为这个也许你刚开始 不会感觉它很强 记得一个原则 我们的做法是 这个会当做什么 当做input 这个当做是一个什么 一个函数的变数 函数的parameters 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硬要这么写的话 你可以看到 1-1-2-2-1-K-K-E 有没有看到 就变成这样的写法 黑变这样写法 那变这样写法的话 我就脱懒 我就没有写出来 这个等于这样 变成是 P的转质 成像W 有没有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W 转至 成像P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两个的差别 这个都不是我们的 线性代数常写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 各位同学 我在这边特别强调 也就是说 同学在写符号会搞混了 所以我特别精辟 这一混头影片 把这个观念讲出来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这个要的话就变成 是要从这边计算过来 那这个我们要 所以我们从这边计算过去 这是我们的 读的线性代数的课本 他是这样写法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 有没有 这两个的差异 有没有看到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一系列课程 应该是我第三次录了 所以我就这一次就 在很认真 在把这个地方 把它做一个更deep的 一个什么分析 给各位看 原因是为什么 为什么 所以这个我们就叫什么 就叫做right to left right to left 它从怎么样 从这边算过去 有没有 你看input把它放在right 那这个怎么样 这个就把它叫什么 叫left to right 你看把怎么样 把input放在什么 放在左边 所以它计算的过程是 这边是从右往左算 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左往右算 这个会影响到 因为以前我读 我读数学系的时候 这个是比较欧洲 有些国家是这样的做法 所以你看开车 有些靠左边 有些靠右边 你不能规定 它说靠左靠右 那有些国家 要靠左有些靠右 那因为我们 我们是属于美系的 所以我们的符号 用这个符号 那当然有一些 国家的符号 是用这个数学符号 是这样的符号 所以我们是preferred这个 所以我们就必须 接受这个 不是说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也对 但是我们不接受 这样的一个写法 因为我们读的 现金代数的课 我们读的现金 为积分都不是 这个符号写 都是这个的写法 你要特别注意 要不然你到处 入文写不出来 写出来会天下大乱 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 那为什么这样 我就做一个分析给你们看 这在离散数学上课 我特别同学 跟各位同学讲 比如说我一个函数 F从A到B 一个函数G从B到C 那我们会常求怎么样 它们的合成函数 那你看这个合成函数 你可以看到 符号是这么写 把它写出来 合成的结果 那我又一个什么 A要做计算 A明明在这里 所以我们很矛盾 我们画的符号 明明就从左 画到右 可是计算 你可以看到 F先跟A算 你可以看到 它变G F A 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 它跟它先做计算 再来跟它做计算 所以你看符号写法 明明是右至左 可是画的图是左至右 上脑筋 上脑筋 但是我讲清楚以后 你们弄懂以后 就不会 头壳就不会打结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我们常常在读数学以后 把它变成图形的画法 进来两种不同的画法 那我们已经习惯什么 右至左 的一个computing模式 你看 右至左的写法 但图形就明明画 左至右 好 所以这个你要搞清楚 所以我就特别再把我在教离善数学的一段 这个右至左的这一个computing model的图 拿出来跟各位分享一遍 那我们的线性怠数也是一样 右至左的计算 所以这一部分呢 请同学一定要牢记在心 这是我们的读的部分这样 那有兴趣就去看看我的那个 这个当然是我们还是要看看我们这本书 那还包括看看我写的这个离善数学 因为我外面也有出了一个离善数学课本 有兴趣同学可以再来搜寻我里面的那些相关资料这样 所以以上的那个相关的符号细节 希望同学能够透过这个前面的 包括我们从1.2到1.3的那些符号的细节 认真的评论一下 有助于各位后续学习的严谨性 更扎实的把你的那个血肉表现出来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一节就先到这边 大家 minions。 Mtorik tä here 请 这 大家好